歡迎大家收看由持有英文學校資訊科技組製作的IT心理域 今天就是Database和SITCO的第二課 上一集跟大家講過一些基本資料副認識 雖然不是太詳盡,但都花了一些時間,所以今集就不想講過太多 集中講一下SITCO中的Command 相對來說,我們打一下Command,看看結果,會有趣一點 今天我們最主要教兩個Command 畫面也看到了,有一個-Distinct,還有一個-Rare 在未講解之前,我們要留意一下,我們有三件事要預備 上一集都用過了,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去網站 這個網站很方便,我們會去學習SITCO 另外,我們有一個資料庫,因為這是一個online的網站 除非你申請了一個帳戶,可以將你的過程記錄在裡面 但如果我們不申請帳戶的話,我們每次離開之後 可能你所儲存的資料庫就會損失了 所以我們都要下載上一集我們都講過了 這個Customers的資料庫 做法可以用上次一樣 我們可以下載這個TXT檔案 只要我們複製下去就可以了 今集我想說多一點 去到我們下載網頁裡面,你會看到另一個檔案 同樣的名字都是Customers 但是這個是一個SITCO檔案 其實嚴格來說,兩個檔案內容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文字檔案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SITCO檔案 那就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不需要將Cup and Paste放進去 一會兒我就示範一下怎麼做 接著我想去看看我們SITCO裡面可以做到什麼 SITCO這個程式語言 最主要可以分成這七個功能 平時用得最多的就是一個查詢 我們可以在一個資料庫裡面 運這些資料出來,我看看裡面內容是怎樣 除此之外,我可以提取一些資料 可以新增一些資料 亦可以更新 新增和更新有一點不同 新增我們就是加上去 但如果是更新的話 將原有的資料 我便將它更改 亦可以刪除一些資料 這一部分也是一個在資料表裡面的工作 我們除了之外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 或者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表格 但是我們暫時 主要我們學習的都是在查詢方面 在未來這幾集 我們在這方面都是我們主要的部分 遲少少我們 學習完查詢方面之後 我才教大家怎樣去增加一些記錄 或者是怎樣去更新一些資料 我再看看我們資料庫裡面的東西 上一集其實都看過 上一集都用過這個資料表 未來這幾集我都集中在這個資料表裡面 去教大家怎樣運用一些指令 但留意現在看到這個資料表 只是一部分 現在看到 我總共有十五個資料 其實這個資料表裡面 是不止那麼少的 只不過在這裡我看不完 就是這樣 我再看看我一些基本的Syntax 現在重溫一點 雖然上一課都講過 當我們打了選擇之後 我們會選擇我們要看 究竟哪幾個Field 如果我是兩個的 那我不打了兩個Field的名字 我們來自哪裏 來自這個客戶的資料表 其實你看到這裡 雖然我講講中文 你都明白到 其實基本上都是很簡單的英文語言 我們看文字 我們都可以明白到它裏面是在做什麼 今天我們就搞了一件新的東西 我們有一個Distinct 這個Distinct 會連著這個Syntax一起用 同樣 跟著也是我們的Field Lamp 來自哪個Table 最主要 現在的Distinct 我們放在這個Syntax後面 這個例子我想選擇一些國家 我想看看我的客戶裡面 究竟來自哪些不同的國家 待會去到資料庫的時候 我試一下做這一部份 看看我們的結果如何 我打開這個Syntax 這個Online的平台 因為我沒有Lock In 開帳戶的話 當我新開的時候 我上一次做過Customer 這個Table 就不見了 我要重新再加上去 我剛才開試的時候 也講過了 我有兩個檔案 一個Tax的檔案 我自己去 好像我上一集 將資料Copy and Play 這方面我不做了 我直接把Syntax檔案放進去 首先第一件事 要下載我的Syntax檔案 我們在File 打開它 接著我直接在這裏 open這個Syntax檔案 選擇我們的位置 我用的就是這個Customer的Syntax檔案 我按下去 我開啟 你會見到 直接把這些字放進去 現在你見到的這些文字 就等於我們的Tax檔案 裏面那些 只不過 上一集 我們用了Copy and Place 放進去 今次我就在這裏 直接打開這個Syntax檔案 也可以看回我們 原先我的Tax檔案 現在開啟了Tax檔案 放在旁邊 你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裏面完全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我們更改了一個不同的副檔案 我用了一個所謂的Syntax檔案 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兩種方法 你都可以用得到 我兩個檔案都放在網上 在影片下面的連結裏面 一打開就看到這兩個檔案 我關了這個Tax檔案 在這裏 放進去 然後按1 你會見到左邊 現在多了一個table 這就是Customer的資料表 然後我想看看 我是否真的放進去 裡面是否真的有資料 很簡單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開啟這個Syntax檔案 其實我們刪掉它 我們去Counter它 在這裏就照做了 我今次在這裏改改它 我們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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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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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選擇選擇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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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接著我們看看Distinct是怎樣用的 在這裏我關上後面的東西 在這裏我們打command是很方便的 我只要打英文字母,他們有很多東西我們會選擇 如果我想再細緻一點就打Eye 看到只有一個,我按下去 接著我們要做事,選一些film 看看我的客戶是來自哪些國家 我直接去打它的國家 打完C之後看到有一個country 按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哪裏 打回我們的table 給它一個分號 看看結果 你看到每一個國家出現一次 下面也有,雖然有很多國家 留意到這些國家不是出現一次 這裏包含了我的客戶 存在在這些國家 但這些國家可能沒有我的客戶 那它就不會存在這個名字 看到有德國 有墨西哥 有英國 有西班牙 加拿大都有 除了我們可以分這些國家 亦都可以分成城市 當然如果我分成城市 這裏會出現更加多 因為一個國家 有客戶在很多不同的城市 我亦都可以簡單一點 雖然這個我們看的機會也很少 可以試一下 我再用Gender去看看 改一下 改一下 我改一下Gender Gender應該出兩個 一是M 一是F 再按1 看到就是兩個 講完這個 看看我們今集的另一個 command 究竟是什麼 現在看到的就是 關於這個 Where statement的結構 看到上面 一樣 這裏其實是同一句 只不過我喜歡分開兩項 而我們輸入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在一項過 或者現在分開兩項都可以 最重要是 我們每一句就完了 有一個分號 第一樣 我們要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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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做些修改,這個Distinct我不要了 我就在這裏選擇,第一個選擇的名字 亦是建立國家,所以在這裏選擇一個country 在這裏,最後,先把這個分號關掉 在這裏選擇 第一個的,我們的Fill Lamp 我們要等於,接著要打我們選擇的目標 在這裏,這是一個文字,我們要加一個引號 我就打分,Germany 接著給我分號,我試試用這個溫 你看到,所有的都是Germany 而在左邊,看到很多不同的名字 代表這些客戶,全部來自於德國 去到這裏,可能有些同學都會問我 這方面,Excel也做到,為何要用Database去做呢 我試試去Excel看看 我們現在在Excel裏打開同樣的資料表 我們在Excel裏去找這些東西 我只要篩選出來,很簡單 我只要圍住這個Table 在這裏,順便在選擇 我這個位置在選擇 我將它篩選出來 接著呢 在這個國家裏面,我們按下去 我就不是全選了 刪除去,我只選擇一個德國 我確定 然後展示出來,這些全部是德國的人 馬上篩選了,叫我全部是德國的 做法呢,出來的結果跟我們在思考裏做得差不多 或者我再打開它 我可以看德國,我可以看巴西 有德國有巴西 當然想一下,如果我們想看 它的客戶裏面,我積分超過500分的 有哪一部份呢 在Excel我做不到 但在資料庫裏面,我用Excel就可以做到 去分,我們下一部 看看Wear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剛才的,是一些文字去比對 除了之外,我們可以做數字的比較 其實這些比較,我們過去學其他電腦語言 都學過很多,甚至我們在Excel裡面都用了著這些東西 我們看看,我們一個例子 這次我想看看所有東西 所以我先升好它 在Wear裡面,我們選了一樣東西 看看積分,我們在Point裡面 我想看大個等於900分 將那些人就會輸出來了 我又去到Excel裡面看看 我刪除了這些之前的東西 中間這裡,我們Stack 升,全部都 資料表沒有變的 在這裡,我們做了 我們選擇我們的積分 我們Points 今次我們大個 等於900 我們這樣按個1 看到現在出來的結果 所有900分或以上的客戶 就出來了 我拉下去看一看 看到它 右邊的積分 全部都是超過900或是900 現在我們再延説這個數學符號 好,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 現在第一個 我們用一個等於 通常用數值來講 比較少用等於 要等於 雙等的數值 相對來說可能比較少 但是等於用在 我們現在的 銀字裡面 通常我們會 很多時候用一個等於 下一個我們叫 小於 通常我們叫小於 小於 和等於 它是包含它的字的數 假設我想找一些資料 我想它是100分和以下的 當然是包括100分 所以就用這個小於等於 這個就叫大個 假設我們寫了這個大個 500積分的話 代表我們是501分才消出來 500分也不出來 這個也是一樣 大個等於 剛才也試過 最後這個 我們這個叫不等於 好像剛才的例子 如果我們等於 我們這個 Germany 的話 它只是出 Germany 如果用了 不等於的話 其他國家出 偏偏不出 Germany 我們可以去試一試 我用回聲號 出了所有東西 這次我們是 數目字的 我們 大家都知道 都懂得用的 所以我這裡就不再示範 我們用回文字 我選回我們的 country 剛才我們試一下 如果不等於 我們選回 我們這次不等於 什麼 別的國家 試試用墨西哥 記得我們有個引號 包著它 我們按一個 溫 你會看到 很多國家也有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看 裡面是不見墨西哥的 剛才也看到 我們應該 第二 第三個資料 是墨西哥 但現在就不見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如果我想找 墨西哥 和另外一個國家 我又怎樣 我想找兩個國家 我們很簡單 我們用了一個 哦的功能 我們這次用回 等於 在後面 我們哦 同樣 我們用 country 等於 等於 這次用意大利 看看結果 看到了 墨西哥 意大利 其他國家 就不出現了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教了兩個 不同的 command 在未落堂之前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 剛才我做過一個 哦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N 雖然我沒有說過 但是相常來說 很多的同學 都應該都適用 這一部分 所以我想大家幫我 想一想 我想找一些結果 和現在一樣 我想找我的客戶 是墨西哥 和意大利 但是 多一樣東西 當我要求 我是要男性的 女性 不會出現的 現在看到的畫面 雖然我上面的思考 遮住了 下面部分 你看到 只是墨西哥 和意大利 男性客戶 各位同學 想一想 下一課 開始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回結果 今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